好近年来呢 海魁台风都造成了 玉里镇多处的地方大面积的田区盐水 而当地居民对排水设计不良 河床淤积等问题是多次成型 那么徐政卫也在这次的基谈的座谈会当中 在上周也都针对 无尾西排水还有大雨的排水规划 进行说明会 强调将会系统性的规划 改善排水的障碍 降低水患 而工程最快在今年底来发包 并且赶在明年的讯息前来完工 近年来 原归海魁台风都造成 玉里镇多处地方大面积的田区盐水 当地居民对排水设计不良 河床淤积等问题多次成型 徐政卫也在这一次的基层座谈会当中 在上一个礼拜 也都针对无尾西排水 还有大雨排水规划进行说明会 强调将系统性的规划 改善排水障碍 降低水患 并赶在明年讯息前完工 那无尾西排水的部分 8000多万的部分 是上礼拜有做施工前的说明会 我想这个里长应该上礼拜都有参加 这个上我们施工应该在10月中旬 就会进场开始来施作 大概8000多万的经费 大雨之区域排水现在也都在施作 酸干排水摘水的时候也有做 他现在这个计划的部分也在做 无尾西的排水 第一个除了我们排水的这个排红端面要破坏以外 还有两座桥要改建 就是原城四号桥 还有原城五号桥 徐正伟表示极端气候常常造成强降雨 华林县在2017年以及2024年台风杜苏锐时发生强降雨 因此启动区域排水治理规划 关于各区域排水淤积问题以及改善方案 政府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以因应 县府超前部署推动区域排水规划案 确保各厢正式排水系统运作完善 记者高双双张宁泰 预理阵采访报道